远在身边 重新发现身边的解采 大家好 我是鱼玫 2022年是联合生物量新公约缔约30周年 遗憾是 过去30年间 群组生物量新三世的事实并未被牛转 多达100万种物串 命理灭局 让我们开实地 一起来看这一眼 我们是虽然的七动六个七动物灭局 只有其不治疗 2022年7月21日 世界自然法互联盟 调部全球物串 红四木根青报告 正式宣布排行灭局 8月26日 有着现实版美人 被宣布在中国共能新灭局 9月6日 北亚厂地缘 被宣布在中国共能新灭局 共能新灭局是什么的称物在自然条件下 总群书感尽少到无法维持残验的状态 连认证的灭局 还有一步之调 根据2022年10月13日发布地球生命的报告 在对地球上包括5230个屋 近3.2个屋的金色中 自1970年以来 金色在美的理石动物属 平均下降的69% 目前 全球有超过青动物属 处于极微的状态 每一年 各有集中灭局 包括我们熟悉的白鸡盾 新过黑犀牛 即是下两头死心的北部白犀牛 安全 全球或是灭局速度不断加快 在这个过程中 一些动物灭局是自然进程 但更大部分的灭局 纯粹是由于人类型为造成的 比如偷猎 烂布 因为烂布造成动物灭局 并为个新例 数不适数 其中最著名的当时布鸟 如今 并不鸟即在牛津大学 自然模仿对象一块头骨 也不过滑 年快角物 一些机富转丁止 和国国几面 这是世界上唯一 据损绝组成残余的标准 有人说 这是复活路鸟的唯一希望 但是生活种旧的未复 在于DNA的团形而绝备复制 一些出口界的生活 有于烂布在敲误深习的小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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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